我们因为现在假设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海报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文案这个活动 什么活动呢 所以我现在我的做法会是这样子 打开Google 第一件事打开Google 然后呢你针对自己的一个文案 你就要去想清楚说 我现在我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 就是介绍我这个网站的海报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制作 制作例如说乳房摄影的筛减的重要性的活动 或者是我想要去办一个万人烤肉这个活动 一定是先有一个主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做相关的海报 好所以这个主题请你自己去想 先把主题打在Google这边 先把主题打在Google这边 好这个时候呢 例如我现在我想要去举办一个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个烤肉活动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个地方烤肉活动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图片 所以请点图片 然后这边你就会看到一系列一堆的类似海报的内容 需不需要刻意的刻意的去把海报两个字打出来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个海报 海报就是烤肉活动的海报 有看到 或者是我想要去做一个烤肉活动的一个邀请卡 那我是不是就打邀请卡 现在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我的意思是说你先找到别人已经做好的 反正你要办的活动 你要办的活动 假设你要办一个什么 很冷门很学术或者是大家都不太懂的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是借用别人已经创作类似的主题 的方法来去刺激你的idea 可以吗 现在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会比较好 接下来 我先介绍那个海报 你看哦 你看我刚刚是不是说一个海报 假设你看像这个中秋烤肉活动 就拿这个简单的一个海报 你看里面是不是有标题 然后是不是有指标题 指标题里面就很重要 一定会有时间地点 或者是费用什么之类的 或者简短的说明一下这次的活动的目的 就目的而已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会有图片 一个插图 两个 三个 四个 可以吗 这样大致上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去看一看 就是去收集一些图片 收集一个文字 然后我们来去做 你看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有一个很漂亮的背景 背景 然后这是不是也有满版的背景 几乎海报我们都是做满版的背景底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里面去设计一些相关的图片 把它插入进去 让我们的影片 让我们的图片海报能够更丰富一点 然后让别人更喜欢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一个设计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子一个内容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子一个内容 你在word里面如果有图片有文字 你要做的主题 因为我会希望我们大家学会是公务应用 公务应用就是你自己先去想 你要做的活动是什么活动 你要做的活动是什么活动 比如说我想要去宣传一下 我想要去做一个海报 就是吸引大家来看我的一个 一个就是直播电脑教室 的一个课程 好这样可以了解 那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我要去做一个教学好了 教学 例如说好了 简单的一个教学的海报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什么跟教学有关系的 例如说教学工作坊 例如说大数据分析工作坊 然后什么时候 然后这边是不是画了一个地图 这样子 也可以构成一个简单的海报设计啊 您说是不是呢 好 所以请你们先用Google搜寻引擎 好不好 然后先找到你的主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模仿去创造出来 可以吗 好请你们自己来去搜寻 就要大家做的主题都不一样 不要你做主题跟我做主题都一样 好吗 因为真的这个内容不是很困难 所以可以的话就要是你做你的主题 我做我的主题 我做我的主题 我可以试试一下